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凌晨,世冠杯展開第二場四強戰爭奪 阿冠聯冠軍蒲和洪鑽,將對陣歐冠聯冠軍曼城 雙方整體實力還存在不少差距 其中曼城擁有不少世界級球星 相比之,蒲和洪鑽陣內的球員在世界級戰場上名氣有限 金像萬成、取勝、晉級問題不大 在之前不久結束的日積聯中,蒲和洪鑽只排名聯賽第四位 而且他們未能夠在天王杯中奪冠 換言之,球隊無緣下一屆的阿冠聯 加上今屆阿冠聯分組賽出局 所以今屆細冠杯將會只有海外競爭 當然蒲和洪鑽目前在細冠杯的發揮不錯 他們在第二圈以一球小勝中北美冠聯冠軍內臥 對於蒲和洪鑽已經算是更進一步 早在2017年細冠杯中 蒲和洪鑽同樣以阿冠聯冠軍身份參賽 只不過當時球隊在半準決賽輸給艾查哲拉 現在時隔多年後,他們再次精戰這項賽事 首戰就贏球,但蒲和洪鑽今場比賽面對強敵 因為對手是歐冠聯冠軍曼城 雙方之前沒有交鋒紀錄 但從陣容來看,蒲和洪鑽明顯是沒有辦法和曼城相比 當中全隊身價在對比之下,簡直是蚊和牛比 另一方面蒲和洪鑽之前賽程也非常密集 除了聯賽爭奪之外,他們還要有阿冠的比賽要打 球隊真的顧不到那麼多,其中聯賽最終沒辦法入到前三 就連阿冠也無緣下一階段的賽事 所以蒲和洪鑽全隊上下的鬥志也頗為波動 陣容方面後衛走井雲和樹因相決陣 曼城方面最近一場比賽就是和水晶宮在聯賽上爭奪 而曼城在兩球領先的情況下被對手連追兩球 最終打成2比2,獲得1分,令他的排名跌出前三位 所以賽後受到不少評論,其中就包括細冠杯 要令他們分心,現在細冠杯極戰之中 作為歐冠聯冠軍的曼城在準決賽加入戰團 他們只會成功不去失敗 一來球隊要為聯賽留力,亦都要留力出戰細冠杯 更重要一環的是,自從2013年開始細冠杯的冠軍 都是由歐冠聯冠軍球隊拿走 所以曼城壓力很大 另外中場迪布尼、前鋒夏蘭特、謝利美、杜古都因相無法上陣 不過他們仍然會隨隊出戰 即使未能夠上場,亦都能夠為隊友立喊助威 而幾日利蘇、貝納道斯華和夏美頓等攻擊手 亦成為萬城取勝的力量 其中幾日利蘇、邊路突破 都可以為球隊帶來極強的側擊能力 至於小將米卡夏美頓之前在歐冠聯 為一線球隊作出他的首場比賽,他便隨即入球 這令主帥對他加分不少 未來應該獲得更多出場機會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